刘兆玄院长不是说想印马总统要来刺激消费吗 昨天他特别刷卡买了2000多块钱的两样百事 也花了1万多块钱说要来刺激台湾的消费 不过另外一方面大家比较关心的 就是我们知道明天台北股市要开盘了 到底跌幅的限制会不会放宽 那么其实在昨天晚上金管会主委陈述 还有法务部长王新峰 大家都是吸手信心喊话 就是希望投资人要放心台北股市 救出战利品刘葵逛故宫也没忘记继续刺激消费 带回琉璃鸭又买了印尼盒 刘内阁从上到下满载而归 新闻局长施亚平买T恤 诺会主委陈武雄买书 倒是双手空空的法务部长王清风为审前找了借口 我们自己买的话我们就瞎拼 如果他护账的话我们就去雪拼 关运掏钱凭经济为的是股市跌跌不休 星期五三家金控遭到搜索 追股市刹跌蛋 法务部金管会两大当家同身信心喊话 礼拜五下午的搜索 其实大家不要紧张 我们大家问题就是出在说 他海外的子公司可能有 跟花生跟洗钱有关系的事情 所以跟国内的业务没有关系 所以请大家安心 尽量把这个影响能够降到最低 我想它应该是一个个别的事件 苏法检调在了解的此外 所以我想大家应该不要做过度的那种反应 要投资人安啦 这把火还没烧向二次金改 倒是陈前总统说自己最近就会被抓走 王清风要他别想太多 测证组他们知道要怎么做的 所以呢我觉得陈前总统 其实也不要恐惧 不要恐慌 你在陈云林之前就把他抓起来 我毫无所惜 光摩基多啦 连广东话都脱口而出 难得一文言习 隔月忙里偷闲 希望大家也能送一口气 专一新闻李文斌 吕嘉仙唐光南台北采访报道